成大事要具备哪些思维 鬼谷子 本经因福气数 养智法灵规 养智者 心弃之思不打眼 有所欲 自存而思之 智者 欲之时也 成大事必须将一个人心中置欲 想法 化为现实 而古代已沾不使用 硅甲最能判断极数 灵规意志坚强 灵性够 人欲望过多心力分散 意志薄弱 因此成大事必须效法灵规 成大事者必须意志坚定 不能随意动摇 如果耳根子很软 那就难成大事 人要专注才能卓越 卓越才能超越 谈到了养智法灵规 灵规性情稳定 有高智慧 具有很强的意志 才能以经智动 以阴智阳 鬼谷子说智者欲之时也 智相是一个人欲望的表现 更是强调智不养则心其不顾 心其不顾则思虑不达 思虑不达则智义不实 智义不实则应对不猛 如果不让自己具备坚强的意志 就会心气固定不下来 那么思考就不能达到精纯 思考达不到精纯 意志就不坚定 意志不坚定 应变能力就不够 培养志向以后会有两个效果 内依氧气 外依之人 没有过多的欲望 心气合一 思虑明确 才能看清楚一切 不被人欺骗蒙蔽 知道什么人可以用 什么事可以做 所以企业领导者 做两件事情就行 第一件事情是定战略定方向 第二件事情是知人善任 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 让每个人都恪守其道 企业就能够正常的运转 而领导者在于学习 灵规已经制动的高智慧 局不好将排好兵被骑 自己镇定了 志向充实坚定 固守威势就不分散 就能够震慑全局 以达到无为无所不为的 至高境界